龙子 吴景彪的彪子呢有个红字 龙虎大战的抓据正式开始 这是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金牌获得者 龙秦拳降了一公斤的开靶 去年的市井赛上小龙砸锅 确实也给他敲了一个警钟 使得他回来之后的这个东旭 应该说还是非常认真的 他是在10年的景彪赛上 抓据最好138 哎哟 好的 132公斤开靶成功 吴景彪也降了一公斤开靶 134开 虽然都是队友也在国家集中队的训练馆训练 但是到了赛场上 这个时候 刚才这个时候稍微有一点不太稳 对 10号解放军吴景彪 两个人的私交是非常好的 在2012年年初 我记得当时中国举重队办了一个这个为伦敦奥运会 试诗的这么一个演讲会 吴景彪站在台上演讲的时候就冲着龙秦拳说 这次的选拔赛我一定要战胜你 我要进军伦敦那是四年前的事 现在两个人第二次在全国锦标赛上 记忆里约奥运会的四个选拔赛上展开这样的浓正弧道 现在我们看到的就是吴景彪出场了 场上的重量134公斤 对目前他保持着抓取和世界全国纪录 抓取的全国纪录和世界纪录 这第一把试局啊 我经常是也为运营运们感到紧张 紧张确实紧张 好的 好的 漂亮 134公斤 还是有点紧 能感激出来阿彪还是有点紧 对 我们看看小龙的第二把 龙敬拳第二把要到135 龙敬拳 应该说这个比赛到了这个时候 真是是非常精彩 吴景彪这个眼神啊 非常的坚定 这个我专门查了一下这个彪字 在这个 这他的教练 四点钟啊 有这么几个讲 这个在几个猛兽当中 狮鼓爆 这是一个排行 你看这个彪 他还排在豹子前面的 龙敬拳第二次市局 135公斤 这个重量也很关键 很关键 前面我们已经介绍了 龙敬拳也曾经 举起锅 抓起 在10年抓过138公斤 在15年的全国锦标赛上 抓起锅 131公斤 那这样他要连续的试举了 我们看五金标第二把 138了 如果照这么要的话 138成功了 肯定是140了 对应该是不会加一公斤 对 所以现在 五金标先要的一个138在这放着 逼着龙敬拳把第三把举完了 龙敬拳除了是08年奥运会的冠军获得者 是09年和13年的两届全运会的冠军获得者 实际上这两位选手啊 真的是在国内国际大赛上 表现出非常优异的成绩 现在他们一直没有停止过脚步 追赶朝鲜选手严伦哲 我想如果他们经过这次选拔完了 再好好调整一下 今年里奥运会 我想他们不会再放过严伦哲了 对 我们是越比越勇 越比越接近 甚至来说已经和他相同的成绩了 龙敬拳是90年12月3号出出的选手 但是也绝对是一位老将了 算上为这次备战礼约 这已经是为第三届奥运会去争战了 是 而且现在龙敬拳已经是一位爸爸级的选手了 在目前的中国举重队当中 他跟吕小军两个人都已经当爸爸了 而且听说儿子已经快两周岁了 对 还有40多秒 不过这个比赛 我前面给大家介绍过 后场离前场非常近 对 选手可以有很充分的这个时间 最近呢龙敬拳随着年龄的增长 也是在变得越来越成熟 对 互联拳对总教练周俊普 这时候 周总的心理也紧张 对 注意发力节奏 注意发力节奏 别着急 好的 宠文 起 有了 135公斤 对 实际有这个实力也有这个能力 对于他的这个135啊看得出来周俊普还是比较满意的 这也是龙敬拳自10年以来个人在比赛当中的最好抓紧成绩了 自己的记录139只差一公斤 对 哎呀看到这个份上真实的精彩激烈 我们也替他们感到紧张 对 加油 大家跑的跑的漂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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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百三十八公斤那么第三把肯定是一百四十公斤对 这样的话一方面在抓紧当中啊奠定了自己三公斤的优势 是 你来说在运动员在比赛的时候啊 我们赛前我们见到他也都感觉到紧张 多说话我刚才在后场见到他的时候就点了点头我说怎么样他说挺好我别的赛也不敢多说我怕对他我连问我都没问我怕对他有干扰对 因为我今天来的赛场的时候和吴景彪要坐一辆车过来车上还开着暖风 所以我的满头大汗呢但是这时候是余联能够出成绩 一百四果然 钢银重量出来了一百四 吴景彪要破全国记录超世界记录当然这俩记录全都是他自己的 吴景彪要四举成功 将把后十六公斤级一百四十一百三十九公斤的发展全国记录 吴景彪世界记录和亚洲人民记录 吴景彪要四举成功 我们也听到厂商博议员呢 爆出这个这个成绩了这一百四十公斤可以这么说是在五十六公斤级起来的赛场上 没有任何一年去试几过 没错 我们也在这里边 祝愿吴景彪能够成功的举起这个重量 打破自己保持的全国亚洲 保持的全国记录 首先也是超亚洲记录的实际级 对 四年前的轮倒一会选拔赛场 当时吴景彪在第二把当中成功的举起了一百三十七公斤 第三把加上的一三九想破这个记录 当时是没有成功 但是在去年的全国记录赛场 一三九起来了 而且在下半年的世界记录 准央赛场再次举起一三九 破了世界记录 吴景彪呢也是在举算人运动管理中心举办的 西系祖国奋战领约的真本活动当中呢 是一等奖的获得者 在女子集中比赛当中我们给观众朋友们介绍过 她用她自己亲身亲身经历的训练生活记录下来 尤其描述在2012年轮倒奥运会比赛结束后自己的心情 所以当时非常生动 确实看得出来这几天吴景彪真的是越来越成熟了 好 厂商只剩下最后一把失去一百四十公斤 我们真的是祝愿她成功 如果起来就是创造新的全国记录 抄世界记录 陈文斌总教练 厂商还剩下五十多秒 时间是足够 他也是在等着三十秒的提示音吧 四十秒了 四十秒了 实际姑娘彪在训练当中呢也成功的举起过这个重量 但是呢 比赛当中要降体重 对 所以说还是有一定的影响 全力的拉高 成功 带起来 全力带起来 带起来 哎呀 哎呀 高度还是欠缺 毕竟啊 一个世界就是真的不是那么说抄就抄 说会就刻的 对啊 还是有相当的难度的 尽管如此这个138的这个抓取成绩 确实应该说达到了赛前的这种计划和预期了 好 那么接下来是一个视频中的休息 视频中之后我们继续来关注双方的平局比赛 稍后见